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皮蛋瘦肉粥 十元一克 请找零九十 九十八万 九十八万 这么高的预算 你们动动脑子 人家绿地一顾给一百万 九十八万公司赚什么 卫哥 我们是审了又审了 这预算实在是不能再压了 是啊 尚总 公司之前接这个案子 根本就没有点赚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你们做不出预算 还是公司的问题了吗 那我请问A组 为什么可以把预算 压缩到五十万以下 为什么 谁告诉我 为什么 拿你们的预算出去 重新做 压缩到五十万以下 再来见我 好吗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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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十元 周十元 小备九十 嗯哼 嗯哼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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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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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都失一天多了 你闹什么呀这是 太过分了 我怎么了 不是说你 我说你妈呢 一碗屁蛋少余粥 收了我十块钱不说 还收了我九十块钱小费 老婆 我妈呀这是以实际行动 弄比抗你这个AA制 我妈和奶奶都反对你在家弄AA制 他们觉得你这是变相闹分家 所以他们就要打压你这种 汉逆精神吗 哼 我不会让他们的轨迹得逞的 嗯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来了 一百块 好了老公 你可以安心地睡觉了啊 晚安 我哪还睡得着啊我 有什么睡不着的 天塌下来还有个高的鼎子呢 快睡吧 那你得补成我 怎么样啊 预算有可能做到五十万以内吗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呢 啊现在爸爸已经对我很不满意了 如果这次我再败给了林芳 那以后 以后我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干脆让给他做好了 老婆 我知道你呢 在你们报社是做广告策划的高手 所以这次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都请你帮帮我好吗 现在是他着急了 你干活的本事 要有你泡妞本事的一半 现在也不至于急成这样 我只能收尽力吧 对于林芳 我可没有必胜的把握 怎么 不睡啊 天大的事明儿再说吧 你帮不了我 那我只好靠我自己了 我哪有心情睡觉啊 临时报复了脚 行 我今天豁出去了 这回我可以随意吃了吧 好好好 随意 哎 王老板 嗯 能不能请你尊重一下消费者 嗯 害您 五兆金银 随便乱标菜价 还高额地收取小费 已经有那么一点点过分了 你居然怀疑我的诚信 这不太过分了吗 你慢用 好 来 芳芳你们准备好了 这么快你就淡尽粮绝了 当然了 在母亲大人 和老婆大人的双重压榨下 小乐子早就破产了 沦为光荣的穷光蛋了 那你下个月交了工资 是准备上缴国库呢 还是偷偷拿给你妈呀 那就看你们谁下手快 反正我谁也得对不起 谁下手快是谁的呗 老 老婆你要干 干吗呀 我要出去住啊 我怎么不能把你搜刮得 一分钱都不剩 还让你出去住吧 这都不合适啊 所以我为了惩罚我自己 今天晚上出去住 我睡觉也要A制啊 当然 老公 晚安 可以 您播照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播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强调的是绿地集团的品牌价值 具体的数据还有资料都在大家的手上 这就是这次我们对绿地青年之业计划的广告创意 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不足五十万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我们至少有五十万的利润 好 林助理 我看了您的资料 您报的场地费只有正常报价的二分之一 请问您是不是真的能以这么低的价格 拿到房交会的展位呀 当然可以 其实我们做广告公司的 最重要拼的不是业务能力 而是人脉资源 凭我的人脉资源 我可以在各个环节上 拿到别人拿不到的低价 所以才可以把成本压到这么低 再次给你鼓掌了 阿伟啊 看来如何开发人脉资源 累积人脉资源 给你多项林助理学习啊 谢谢董事长夸奖 总经理带着B组 也做了一套方案 兴许比我们做得还好呢 帮你放在那这儿给我们看看 怎么了 对不起 打扰了 董事长好 尚总 您太太刚刚来电话 说您把企划案赖在家里了 不过呢 她正在赶来的路上 十分钟的到 没带啊 实在不好意思 董事长 我确实是疏忽了 这样大家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我马上就回来 脑袋带了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婆 这张电影上哪儿去来 我找你找不着 我打你手机关机 我打到报社你也不在 我在集中经理给你做策划方案 不能受打扰 手机就关机了 快 看看这个 你做的 林芳那个预算是五十万吧 这个还不到三十万 什么 太棒了 老婆太棒了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为了这个肯定可以打败林芳的 老婆这样 我还得上去开会 对 你在公司等我 我开会以后 等你开会好 赶紧放手吧 好啊 这些话等着 回家再说吧 你赶紧上去吧 他们等着你呢 等我了 阿伟 等等 怎么了 老婆 BBT在这个U盘里 你可以照着刚才的文件 演示给大家看 老婆 谢谢你 等我 不足三十万 这不可能 房交会最低的长租 也要三十万 我们还要做纱盘 做展板 我们还要印刷 林助理 我们的展点 并不设在房交会的大厅里面 不设在大厅 那你设在哪里 我们会把展点 设在A区入口出外的一片空地上 到时候我们会把需要的 砂盘 模板等等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放到这里来 因为这里是参加 房交会的必经之地 每一个人都会路过这里 看到这里 那么我相信 把展点设在这里的话 效果不但不会比展厅里面差 相反甚至可能会更好 想法很有创意啊 主办方会同意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已经和主办方沟通好了 只要我们不超出 它给我们规划的局域范围 给他们留出足够多的人行通道 和消防通道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我们要支付他们 一定的场地费用 比起之前展厅的 已经是少得不再少了 大概只有 十分之一 不错 不错 最大一块的成本就省下来了 绿地呢 是一个青年职业的项目 我们的客户群 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些 刚刚参加工作不久 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弱的那些 召集结婚买房子的人 那么针对这些人呢 他们买不起面积更大 或者是布局更合理的房子 可是并不代表 他们对自己的小家没有想法 恰恰相反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非常地有创意的 他们每一个人 都想亲手设计自己的家 做自己未来的家的主子 所以呢 我会在展版前面 搞一个我爱我家 青年住家设计大奖赛 凡是参与者 我们提供模板 纸和笔 他们自己设计自己画图 而且每一个参与的人 还会得到我们发的一个纪念品 一个抱枕 当然 这个抱枕的正反两面 写的都是 我爱我家 绿地制叶几个大字 这个想法不错 我们还会告诉所有的参赛者 我们将评出一二三等奖 奖金从五千到一千元不得 一周以后 会由市里最主流的几家 报纸进行公告 如果谁有特别出彩的设计 我们会按照它的设计来修房子 董事长您不必担心 我这么说 无非是炒作的一种噱头罢了 最终我们的房子怎么修 当然还是由我们最专业的 室内设计师说了算了 因为房交会的那天 所有的市里主流媒体都会到 我们为的只是吸引媒体的研究 而且我相信 我们吸引的不光是年轻人 还有媒体 到时候我们的这个项目 上的就不再是什么 普通报纸的那些广告版 而是新闻版并且还是免费的 这种宣传效果是所有的 做得最专业 再好的广告图也是比拟不了的 我们还会把所有参赛者的 联系方式留下来 经过整理之后呢 给我们绿地的销售部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我们潜在的客户 你们试想一下 房交会结束以后 所有的楼盘将不再投入资金 做任何的宣传 而我们呢 一周以后刚好 在全市最主流的几家报纸上 进行公告 这样无非就进行了 又一轮的宣传 你们想一下那些年轻人 他们可能忘掉 其他的任何楼盘 他们又怎么会忘掉 自己设计的绿地呢 这套方案真的是用最少的广告 投入得到了最大的收益 堪称完美 我们A组认输了 以后要向B组的工作人员 多多学习 那你们A组有没有意义啊 没意义啊 好了 那公司就采取 B组的方案喽 好 这案子结束之后呢 赚的那七十万 公司按百分之五十 给B组提成 还不谢谢董事长 来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总经理 恭喜啊 谢谢 最近怎么没见艾宇啊 她很好啊 只是工作有点忙 谢谢关心了 那今天让艾宇早点回家吧 咱们一家人 也好久没好好吃个饭了 可以啊 没有问题 不过林助理之前 好像跟我讲过 家里是家里 公司是公司 不要把家里的私事 放在公司谈 那您这样好像 我不跟您说了 我这个方案呢 马上要执行 我最近一段时间 可能会比较忙 我就不陪您 在这儿聊天了好吗 拜拜 吃 忙着呢 包子好了吗 好了 你拿一袋呗 李姐 咱们天天吃也吃不腻啊 吃不腻啊 我这几天馋你的包子 馋得半夜都流口水了 你这么一说呀 妈这心里都填化了啊 来 挨一袋 哎呀呀 烫烫烫 上车就回来啊 火啊 妈 慢点啊 方案做得挺漂亮 打了我个措手不及 什么方案 名人面前就不用说暗话了吧 就凭尚伟志 就算他多长个脑袋 也想不出这么好的创意 别太小瞧人了 古话说得好 这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是吗 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最有力的对手 每次学校有比赛 我都猛择了劲跟你比 我也都能赢了 但是这次我输了 我输得心服口服 日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看用在你身上更合适吧 我突然想喝咖啡了 妈 您喝吗 我帮您拿 你这么用力做什么 我只是想提醒你 别忘了我们嫁进上家时的约定 各凭各的本事各干各的 互不干涉 我看咖啡 你还是别喝了 喝了就更睡不着了 别走 我觉得这事不太好 不是一个好的开端 大家还是把游戏规则说清楚 婆婆大人 您别忘了 阿伟是我老公 谁要动了他盘子里的奶酪 就是动了碍于我的 你还真把自己当伟致的人 我们说到底 不过是他们父子俩 后花园里的一朵花 你真把自己当成他的整个春天了 有朝一日 我们枯萎了 不 不用等到枯萎 知道等待我们的命运是什么吗 就是被人连根拔起 直接扔出后花园 你怎么会被人连根拔起来 林芳 我看有一件事情你没看明白 你把这次婚姻当作一笔买卖 想赚够了就抽身而退 这我没意见 让你对着我公公那么个老人家 守着他过一辈子 真是难度系数大了点 可是对我而言 阿伟还算是个不错的老公 我可没把这次婚姻当作儿戏 你要是算计我公公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你要是打我老公的主意 那我就不会袖手旁观了 妈 下雨了 赶紧进来吧 来 这么漂亮的玫瑰花 又要送给哪个妹妹的呀 老婆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呢 这么漂亮的玫瑰花 我当然是送给全天下最最美丽的你 女人我的老婆你了 我怎么听说前段时间有人 想跟我离婚来着 老婆大人明见啊 这绝对是别人在造谣啊 你跟我说是谁造的谣 我马上把他的舌头剪掉 是吗 我可听好几个人都这么说 你要剪掉几个人 老婆 你还是认真的呀 肯定是那些外人 看我娶了你这么聪明能干 温柔漂亮的一个女人 她没羡慕去都很美 是吧 我还以为我这朵鲜花 在你心目中已经枯萎了呢 绝对不能够啊老婆 你是蜂儿我是沙 你是皮鞋我是刷 如果你是这娇艳的玫瑰花 那我就是你的保鲜叶 而且从现在开始 我们不光是夫妻啊 我们还是最完美的一对革命搭档 好 老婆 我刚才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到今天才发现 原来你是我的仙女柱 我们可以成为黄金搭档的 谢谢你 好了 小曼 你手头有钱吗 请妈借点呗 怎么了 家里出什么事了 还不是啊 最近有一只基金特别好 我有几个朋友都买了 你要是有闲钱呢 你挪点 妈保证将来连本代理都还给你啊 妈我现在手头上没有闲钱 什么 没钱 不是怎么可能呢 还有依乐呢 依乐工资不都交给你管着了吗 哎呀我们俩现在各管各的 哎这个依乐怎么是 电话里一句两句说不清 我我我先不跟你说这事 改天再跟你说行吗 不是结婚前向妈保证过不是吗 啊 这才结婚多长时间呢 就跟她妈合伙去欺负你啊 啊不行 妈的去找她算算 喂 喂 哎呦 哎呦呦 住大县了 火灾 火灾 我先走了啊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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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地跟我说清楚 不行 妈妈 你让我跟她说 你让我跟她说 听清楚楚的 不是 亲家母 你说个话 你得凭良心 真的 自从小曼嫁到我们家 我们拿着当亲闺女一样 我们哪敢欺负她呀 倒是你们家小曼 我们家小曼怎么了 你跟我说清楚了 她一进门 就就隔了我们书家几十年的命 要搞什么那个 什么AA制 这不就非常分家吗 吃啊 住啊 都各管各的 我现在才明白了 难怪我们家小曼这段时间 天天回家拿包子吃呢 你们就这样对着她的 全中国 就全世界 找不出比你更磕膊的 不跟你说了 你上什么人啊你 别别别 亲家 你这样说话不对 真的 这个AA制吧 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是你们家小曼 什么 我们家小曼 对 是的 怎么还拿她当外人了 以前是我们李家的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嫁在你们叔家里 你说这底 伊勒呢把她给我叫回来 她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说好婚后工资 统统交给我们家小曼 婚后这家伙 她一个人全包了 她这说话是算数吗 还是放屁呢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你说我们家伊勒说什么 说婚后工资 全交给你们家小曼 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的呀 伊勒不仅是说了 还亲笔写了承诺说 来 你看 结婚以后做的事 后餐做饭 看好了吧 妈妈妈你看 怎么样 我没有冤枉你们家伊勒 爸爸 这不是胡闹吗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你冤枉我们家伊勒了 我没有 那你说这恩怡这还搞不搞了 是工资给你呢 还是给我们家小曼呢 交给我 凭什么交给你呀 承诺说是写的吗 妈 你这承诺说还认不认呢 认 当然认 那NH怎么回事 啊 A制 妈 这NH不管伊勒的事 是我提出来的 行了 以前事我也就不提了 只是你还想做我的女婿 从今天开始 必须按照这个承诺书上来做 你做的盗补 妈 就我 我发工资那个小卡片 在我妈那儿呢 去拿回来 交给小曼管着 你要是做不到 我马上带小曼回家 省得天天在你家饿肚子 回家偷吃包子 别别别 妈 这哪是偷的呀 这包子明明是你自己给的 妈 您别生气 那我试着我去 我拿回来 什么叫试着 托托快快去拿去 去 拿回来啊小曼 磨叽什么呀 快点 什么 没有什么要把工资卡 现在交他手上啊 就凭你们那个 过家家事的承诺书啊 妈 你有点事行不行 你明知道咱家不搁音 你抄着什么也抄着我 我辛辛苦苦 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养大的儿子 他的福我还没想上呢 倒好像是给李东梅养了个儿子似的 您又不是不知道 这小曼也不乱花钱是不是 顶多还好房贷 买点吃的用的什么的 这就行了 你这本事 是个事 你这 工资卡新加小曼拿着 进来咱们这小饭很麻烦 好 声明大义哪 妈 卡给您拿回来了 我妈说了 这只要对家好 这卡老婆管老妈管 谁管都一样 那我妈还说岁数大了 以后把这卡给小曼管的 他以后还赏心了呢 这还差不多呢 妈 给 来 拿着 音乐 妈不是不讲理 那是 咱这样吧 以后呢 每个月让小曼给你 发点零花钱 这些不进入家庭 公共开销的 你看怎么样 谢谢妈 您真是身名大义啊 你好像不抽烟对吧 不抽 也好像不喝酒 偶尔喝一点 单位是管午饭对吧 管饭啊 早饭和晚饭是在家吃对吧 大部分时间是 上班下班还是骑个自行车对吧 是啊 这样就好算了 这么算下来 你一个月零花钱也没有多少 是 不排售有什么个急事 你打个车去上班什么的 是 你下班可以坐公交车回来嘛 对吧 再说了 你那个单位 一年里也没什么急事的 对吧 不是 我那给你算一算 啊 这就清楚了 你看 你这一个月的零花钱 不出两百块钱 这可是蛮打蛮算的啊 到时候让小曼 把这两百块放一点啊 对对对 这里面我还没包括你买衣服 如果乃月实在想买衣服 你就跟小曼再要钱 他肯定会给你的 对吧 哎呀妈 这二百块钱实在是太少了 是 那万一一个老他们单位 有人结婚 他连红包都包不出来 拿不出手 是啊 行 再给你加个五十 可不能再加了啊 二买五 哎 你丈母娘这不拐弯骂你的吗 这是小曼她妈在实施报复性惩罚 爸您就别较真了 您不知道我家的中间我多难受啊 我左脸伸给丈母娘打 打完以后再把右脸伸给您打 您说这 真的您说这叫什么事啊 我儿子辛辛苦苦工作 想花自己挣的钱 还得低声下气的 还得跟着媳妇伸手药 嗯 你也知道这种滋味不好收了吧 嗯 那想当初下 你不是也跟我抢着 要管我们前进的工资吗 我也是这么说的 当时你还甩一个我一个 把眼睛给我看 妈 这要是不是 你这成果的烂芝们干嘛 咱俩人一直对问 那人呢 嗯 你这样 嗯 就先叫她管着 你让咱们依乐 存私房钱 私房钱 对啊 你别以为依乐的卡项在你手里 好像就被你掌控了 他可以背领偷偷地存私房钱呢 私房钱 奶奶 妈 哪那么清交啊 我出了工资哪有别的收入啊 你别着急 你比如说你们今年中秋节 你们单位是不是发了一百多块钱 给那个月宾提货金啊 啊 对啊对啊 还有国庆节的时候 你们单位发了三百块钱的购物卷 发了 还有呢就是五一啊 五一你们发了几百块钱的现金奖金呢 你发了 那算什么呀 哎呀这孩子 你啊 我给你这些钱攒了一块 是长了好几千块呢 就是你这些钱就不能剩九 而且那个你比如说 要发五百块钱奖金吧 你就说我发二百 啊 那二百会 碰巧跟你说 随份子了 有人结婚 没了 你比如说 你隔三差五人 你就说我师父得换件衣服了 喝点钱呗 反过头来 拿着购物卡 去购物 把那个钱 给你那个 嗯哼 这就叫私房钱 哦 嗯哼 明白吗 不是奶奶 这一家人用不着这么算计吧 不是 您当初是不是这么对付我爷爷的 你爷爷用不着对付 一分钱都不得算 我跟你说儿子 就这枕套里 还有床单底线 包括这袜子里头 我跟你说 都不能藏这私房钱 这是女人最爱搜的地方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 这这男人啊 专门爱往这地方 地方藏那个钱 虽然你爸当年啊 受了某些高人的指点 藏这私房钱 但是最后吧 也是全军覆没了 我说我儿子怎么总是紧巴巴的 手头没钱 我也有一次我特意的 我说妈牙疼 哎呀这疼的 我得需要一颗假牙 需要让我换 我妈几百块钱就行 没钱 嗯 你看没有 上有政策 这下有对策 就说这个大柜子的 各个角落 包括这个枕头 哎这个床垫底下 这大柜子的每一层 都得好好检查 包括这些盒盒啊 还有那个床头盒 那个缝缝里 哎哎 这个每个月要仔细地搜它一遍了 总之一个原则 不能让伊勒有私房钱 家里的财政大权 哎 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啊 妈 发现你这个战斗经验很丰富嘛 不过你放心 啊 我们家伊勒 绝对不会背着我藏私房钱的 我特别相信她 哎呀你们是刚新婚 热乎劲没过 她也不敢 等着这个热乎劲一过 你那个婆婆 还有你那太上婆婆在背后叫做她 她肯定存私房钱的 嗯 这就像一场拔河比赛 你这手一松 哎 你这个伊勒这个钱呢 就跑到你婆婆那边去 就没了 哎呀放心吧 这伊勒我还管不好啊 你女儿我不会吃亏的啊 行了 奶奶 您快坐这儿啊 妈 您也坐这儿 您二位啊也别骄傲了啊 我跟爷爷跟爸也不一样 我用不着孙什么私房钱 我想用钱我找小麦要 他一定给 干嘛拿着我公司卡啊 你是就想跟我赌气 赌气 啊孙子 你可不知道没有私房钱 那个资本那个难处啊 到时候你妈需要点钱 跟你一样你说没有 你还得跟媳妇去要去 还得看人家的脸子 是不是啊 不是你怎么 你怎么就不敢存在私房钱呢 这么怕你老婆 什么叫怕啊 您往喜真的儿子有什么怕的 我这是为了家庭和谐 是不是 真要碰到什么原则问题 您儿子绝对是个爷们 进层啊 董事长 小麦啊 来来来 好 这给你 这么多钱 董事长 这什么意思啊 这你的工资啊 工资 工资的三千已经打在我的工资卡上了 那这个钱呢 这个就不用了 哎呀 那是你的基本工资 那这个呢 是你的奖金提成 提成 不要告诉其他人啊 但是你回去之后呢 要跟你爸职会一下啊 为什么呀 你就不用问了 好吧 好 你去工作吧 谢谢董事长 对了 不要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啊 好 去吧 小麦 小麦 明天 把这钱 跟上董事长送回去 为什么 这可是我自己挣的钱 你自己挣的 你个黄毛丫头你会什么呀 你不就会画画动漫 摆笼摆笼电脑吗 你给他们上市集团的效益 出了什么力了 凭什么就发给你这么高的奖金呢 那也许 也许 他是发现了我在动漫游戏方面的天赋了 人家上市集团就两种项目 一个是实体 一个是广告 从来就没有涉足过动漫游戏 他干的这一行啊 对他们公司来讲 他就叫不吴正业 他这一手就想通过他向我套近乎 明白了吗 郭祥东 你这个人太神经过敏了吧 不就当个破主任吗 你还真以为谁都想巴结你呢 是不是 啊 破主任怎么了 官是不大 可你爸手中的权力 对他们上市集团正好管用 对 不告诉你啊 这笔钱 你明天必须退回去 我就不 这明明就是给我的钱 是对我工作能力的肯定 没有 我凭什么就因为你的猜疑 我就给送回去啊 再说了 这工作啊 也是我自己找的 管得着吗你 显风 你看 你就别管那上陈国 是怎么想的了是不是 他又没找你办事 那钱是发给琪琪的奖金 我看就 别退了啊 嗯 什么叫无功不受禄啊 什么叫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手短啊 什么叫防危杜鉴呢 你 你们俩想干嘛啊 想让季姐不为情 我去喝咖啡吗 什么没那个意思啊 你跟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呀 退 必须退 这事可不比其他 听好了 除了合同以外 任何东西 绝对不许收 听见了没有 知道了 退退退 退退 你 你 你看我干啥 郭向东 你不是我爸吗 这 如果你是我爸 就不会为了你一点名声 你这么不重视我的家族 你 躲开 你这孩子 其实是太过 太过分了你 哎呀 向东 你看你教的孩子 好 清清一靠在你的肩膀 微笑享受你深情目光 与你泄浪是我的梦想牵你的手迎接夕阳 就让美好慢慢来 岁月一千一生走过来 趁机你送我的酒余色 紧握不满皱纹你的手慢慢走 你说假因为有我才美 醉迷了我少彩的滋味 我喜欢你给我每次惊喜 也最爱你成说的那一句 就让幸福慢慢来 时光一点一滴会成爱 好想陪你看花落花开 细数你头上的花白 就让美好慢慢来 岁月一千一生走过来 撑起你送我的酒余色 静紧握不满皱纹你的手 慢慢走 告诉你我还在 好想陪你看花开